第1515集 宋柔还想辩解 叶晨却伸出手智之道 不必多说什么了 这酒会我不会去的 他本来就不大喜欢这种所谓的豪门酒会 若是这徐公子以正常手段进行邀约的话 看在宋柔出言相助的份上 他可能还会答应 但是现在却让自己的女人来给他玩这一手 就算这徐公子不是不怀好意 那他的人品叶晨也实在看不上的 这种酒会有必要参加吗 宋柔文言面色又是一阵苍白 看着叶晨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而叶晨神色淡淡 丝毫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道 好了宋姑娘请回吧 宋柔只得站起身来 脚步沉重地朝着门外走去 他知道自己没有完成徐胜交代的事情 就这么回去的话 下场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对了 叶晨突然又开口叫住了宋柔 宋柔急忙转过身来 翘脸之上充满期待地看着叶晨 叶晨却只是一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灵茶 一边看也没看宋柔 淡淡地说道 好心提醒你一句 那个什么徐公子 你还是尽早从他身边离开吧 待久了对你没什么好处 宋柔美眸中闪过一阵失望 勉强笑道 多谢叶公子提醒 任而记住了 说吧 转身离去 离开 离得开吗 他就算能离开徐胜 但这奢华的生活方式 已经彻底抓住他了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就算离开了这个徐胜 他也会去寻找下一个徐胜吧 叶晨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他觉得 宋柔的本质并不坏 只可惜遇上了错误的人 经不住诱惑 耽误了自己 现在想回头很难了 而宋柔离开了叶晨的房间之后 便朝着阁楼外的某个方向而去 酒会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开始了吧 他也该过去了 希望在酒会之上 徐胜不会因为他没请来叶晨 而太过责罚他吧 但是宋柔没有发现 一道影子静静地跟在他的身后 很快 宋柔就远远听到前面传来一阵欢笑言谈声 再走近一些 便看到一座单独建成的奢华宫殿 出现在眼前 里面传出一阵浓郁的酒香 以及名流们的言谈欢笑 宋柔走了进去 才刚刚踏入宫殿内 便听到一个男子的呼唤声 柔儿 你来了 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宋柔叫去一颤 那是徐胜的声音 但是他不得不强撑起一个笑容 朝着徐胜所在的方向走去 徐胜脸上 虽然还保持着微笑 目光之中却是寒芒闪烁 他 没有看到叶尘 这贱货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看着徐胜的神色 宋柔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徐胜对着身旁的一名 面色白皙 颇为肥胖 满脸横肉 一双小眼睛之中 闪烁着色欲的男子笑道 向公子 这是我的朋友 名叫宋柔 是白元宗宗主的女儿 向公子呵呵一笑 对着宋柔伸出一只手道 你好 宋小姐 你长得可真是漂亮 性感呢 嘿嘿嘿 徐胸你还真是厌浮不浅呢 让我看得好羡慕你呀 宋柔美眸之中 阴阴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但还是大方的伸出手 握住了向公子的手 可是下一刻 却是翘脸一白 求救式的看向一旁的徐胜 这向公子竟然肆无忌惮地 揉捏起宋柔的一只小手 而且肥脸之上的神色 非常的猥琐 可此时的徐胜 却是像没看到一样 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 柔二 这位便是05大陆 顶级家族之一 南港相家的二少爷 向海 还愣着干什么 不向向公子敬酒 这些酒可都是极品啊 平常你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喝到的 哈哈哈哈 宋柔这时心中已经一片冰凉了 可她还是要努力地维持着微笑 连丝毫的不满都不敢表现出来 此时说到敬酒 宋柔才敢用力将手 从向海手中抽出 端起桌上的两杯灵酒 将其中一杯递给向海 对着向海笑道 向公子 柔儿敬你一杯 随后将手中的灵酒一饮而尽 一杯灵酒入侯 宋柔的俏脸立刻涨红了起来 脚步都是微微摇晃 宋柔虽然修为也算还可以 达到了心俏境 但这些灵酒可不是普通的灵酒啊 非常非常烈 她若是慢慢品还可以 像这样一饮而尽 以她的修为是吃不消的 而向海呢 只是微微品了一口 便微笑着看着宋柔 以宋柔的身份 这种场合 她自然不可能真的和她喝起来的 而宋柔深吸了几口气 才勉强保持住了自己的精神 这灵酒太可怕了 一入口便化作极为极为浓郁的灵气 在她的经脉之中狂涌 甚至都将她的经脉撑得隐隐作痛了 好在她只喝了一杯 若是多喝几杯的话 连自己的经脉都有可能爆裂 根基都可能受损吧 就在宋柔刚刚勉强将体内暴走的灵气 镇压而下之时 一旁的徐胜却是神色冰冷地看着她 寒声道 宋柔 你就是这么陪向公子喝酒的吗 宋柔面色一变道 啊 徐公子 我怎么了吗 怎么了 徐胜双目微眯 冷冷地盯着宋柔 骤然大声立喝道 还怎么了 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和向公子的身份能比吗 你竟向公子一杯酒 自己就也只喝了一杯 你这不是在侮辱向公子吗 徐胜此言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似笑非笑地朝着宋柔看来 他们的眼中都是玩味好笑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这种场面他们见多了 说白了 像宋柔这种身份不够的女子 强行挤进他们的圈子之中 也只能做个用来消遣的玩物罢了 他们之中 没有一个人的眼中带着丝毫的怜悯 更没有一个人想要出言帮助宋柔 谁会可怜一个玩具 宋柔紧紧咬着嘴唇 他知道徐胜这是在惩罚自己 没有将夜沉带来 所以故意在这些豪门公子面前 让他丢脸 若是徐胜在这种场合 表面上能够好好的对待他 那么其他人就算心里瞧不上他 为了徐胜的面子 也会对他以礼相待的 现在呢 他知道 自己只要在这些人面前出丑一次 便永远抬不起头了 一辈子都只能得到玩物一般的待遇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喝 即使再喝一杯 就有可能伤到他的经脉了 因为他知道 现在不喝就是不给徐胜面子 而不给徐胜面子 他的下场可必成为一个玩物 要凄惨无数倍的 那时候连死对他而言 都会算是一种解脱了吧 他怕了 发自内心的怕了 于是宋柔伸出一只手 颤抖着又一次举起了一杯灵酒 他凝视着手中的灵酒 简直就像在看一杯毒药一样啊 也许要是毒药还更好一些呢 众所周知 全神经脉被灵气称暴的感觉 可是痛不欲生的呀 怎么 喝呀 徐胜玩味的看着宋柔道 别忘了 为了表示对相公子的礼貌 你要一饮而尽哦 宋柔深吸了一口气 将手中的灵酒再次一饮而尽 灵酒一下肚 宋柔便是猛的连退了三步 脚步无比摇晃起来 浑身的皮肤都开始泛红了 他现在连呼吸都觉得费力了 无尽的灵气在他的经脉之中暴走 全身上下都是痛苦无比 一身气息也无比的紊乱 不过 一阵挣扎之后宋柔靠着自己还算不错的根基 还算侥幸将这被灵酒的灵气压制下去了 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若是能够到此为止的话 那么不仅对他的身体不会有什么损伤 反而可以算是大补 有不小的好处 回去之后将这灵气完全炼化了 说不定都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了 但是那些豪门子弟却是发出一声失望的嘘声 这可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呀 他们想看到宋柔因为痛苦而满地打滚 求饶像母狗一样舔着他们的脚 求他们放过自己的样子 那样才有意思 而就在这时一道人影走入了这宫殿之中 门口的守卫看了那人一眼 手一抬 似乎想要伸手阻拦 可想了想却又放下了 而这个人竟然是陈之凡 那名守卫当时也在海滩之上 看到了宋柔说陈之凡和叶臣是徐公子的朋友 所以他不打算阻拦 而陈之凡进入宫殿之后 便静止朝着宋柔所在的位置走去 此时宋柔扬起脸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并且媚眼如丝地看向徐盛 想要说些什么 可徐盛却是面带冷笑地看着他 不带丝毫感情地说道 继续喝 我让你停下了吗 宋柔的心彻底苍白了起来 美眸之中泪水打转 无比无比绝望 再喝一杯 他就没有任何可能将那狂暴的灵气压制住了 他的经脉一定会被撑爆的 他在徐盛身边也待了两三年了 本以为徐盛会对自己有那么哪怕一丝丝的感情 可现在看来没有 一点都没有 自己在他眼中就真的彻彻底底是一个玩物罢了 宋柔伤心欲绝 却不得不再次伸出手 端起一杯致命的灵酒 翘脸之上满是痛苦悲哀之色 就要将那杯灵酒引下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伸了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